今天我婆婆要帮我剪头发 剪之前呢 我有给她看过图片的 就是这样 韩剧里面IU的发型 我婆婆也是个狠人 做事丝毫不犹豫 剪头发都不用木树 手起刀落一剪着 我就成这样 从开始到结束 一共五分钟 剪了三剪着 还没用木树 整完了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呢 没想到我婆婆说 她想带我出去一下 最后来到了这家冰淇淋店 我婆婆跟我说 当年小哈他们哥沙 还是小男孩的时候 都是她给剪头发的 为了不让他们太过哭闹 剪头发之前呢 都会答应他们 剪完头发之后 会得到一个冰淇淋的奖励 我婆婆跟我开玩笑的说 我表现的也挺好的 没哭没闹 所以这个冰淇淋呢 也是给我的奖励 今天我婆婆要帮我剪头发 剪之前呢 我有给她看过图片的 就是这样 韩剧里面IU的发型 我婆婆也是个狠人 做事丝毫不犹豫 剪头发都不用木树 手起刀落一剪着 我就成这样 从开始到结束 一共五分钟 剪了三剪着 还没用木树 整完了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呢 没想到我婆婆说 她想带我出去一下 最后来到了这家冰淇淋店 我婆婆跟我说 当年小哈他们哥沙 还是小男孩的时候 都是她给剪头发的 为了不让他们太过哭闹 剪头发之前呢 都会答应他们 剪完头发之后 会得到一个冰淇淋的奖励 我婆婆跟我开玩笑的说 我表现的也挺好的 没哭没闹 所以这个冰淇淋呢 也是给我的奖励 这真是把儿媳妇当孩子样 我们家祭拜祖先 是儿子的事 还是媳妇的事 那阿嬷 来自传统的家庭 我嫁给更传统的家庭 去年 我升得为婆婆 我就跟我儿子说 未来 祭拜祖先的事 就是你的事 不是媳妇的事 儿子吓一跳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是看在家里 是媳妇 在做的事 看到阿兆 看到阿嬷 看到妈妈在做 所以他 很 很难去接受这个事情 但是 我跟他讲一个观念 祖先 跟我们的长辈 没有去抚养媳妇 从小到大的任何一块钱 可是你有享有 祖先原本就是儿子的事 不是媳妇的事 媳妇 是别人家的宝贝 是别人家抚养长大的 来我们家里 我们反而要更多的爱给他 不是把什么事情 都丢给媳妇一定要做 在我的观念里 将心比心 所以 我们家的媳妇 福利 比我们家的儿子还好 因为 什么事 就是儿子一定要去做 没有在那一种传统的观念 什么事情都是要媳妇做 没有 从而这一段开始改变 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 就交代我的小孩要做家事 我老大就问我说 我能不能不要做家事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做家事 而是要学习把课业顾好 我跟他说 家事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们都必须要付出 因为你们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未来呢 你的另一半也是人家父母的性感宝贝 为什么跟着你就要受这种委屈 为什么嫁给你就要做全部的家事 他也要学习 他也要赚钱 他也要带小孩 所以做家事是让你学会承担责任 让自己更杰出 身为一个男孩子 如果你的未来能够泡在厨房 又进得了厨房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的人 那你的未来都会很幸福 那你的另一半也会很幸福 你先说 你先说 是不是 你万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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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